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谭南英 做了上海普洞区蘇花路 929年11日 96年黄二姐妹们的墙 我今年六月三岁了 兰姨诺姐姐妹 她是我们的老大姐 是吧 我们上海人里面的老大姐 我90年房子给他们发了 没有给我一份钱 因为给我够多税 因为给我安保税 就到现在是13年了 我上海的百姓03年930了世界 给我们一百多五两大巴士拉到上海 换了一个月 换了一个月以后给我劳交一年 然后再来到资金里给我解决 我一共关了六次 每次我们到布典麦酒家 我就拉取淘汰 我有个关于淘汰人命 因为上海我们的法民 真的上海挺艰难的 每次到北京来他们都打的 我们上海的法民打起了不少 打上了也不少 关押的也不少 无法计算的 所以我们法民解决我们实际问题 关注民生嘛 他们是个挺好的 但是实际行动没有实际行动 下面你看我们 到现在还到北京来他们都关了我们 才打了 这次动物人开庭他们也动武人打我们的法民 这个老太去毛帮这个老太打了头上都踏不高来过去 他都动用外地的那种 牛马打手 牛马打手 就是保安 还有我们上海的200号上发的 也每个信息才都打的 都是用保安来打 他警察不出面 有时警察也出面 就嘴动动着上去 就打 打得挺悲惨的 有些人要马路上的群伦 拿照相机 就有手机不够 他看到他就马上把你手机打 还把那车轮碰打一顿 真的我们上来 虽说成年有打的 但成年有的 上来帮的事业还非常强大 他的根深极足 你到现在韩正 他在操纵上 是的 网民没有透过去的空间 每次来都马路上 车上来都埋伏了好工作的 警察 打水 每次我们上海的那洋服区的 过予过予谈 而是残疾人 也打得挺 在星科山打得挺 人家打得重了挺 头都砸了 国业轨的沙步都跑了 路都不能走 小孩呢 这15岁从小一六四多年 残疾到现在还 上海一次砸了 还为什麽 再到北京上海 就给你好看 你不要想 拿到一份鞋 给他解决问题 他现在 国际媒体有一个在台湾 心理上怎么证 其实第二个呢 我们也趁空欲的时间 也想庆祝全世界 无产阶级的劳动乐 我们有劳动者嘛 我们只要到来 参加这个五一劳动节 只要是这个两个目的来的 是吗 其他没有什么 我们总的要参加一下 我们总的要参加一下 什么名字吗 对 我们总的要参加一下 对 孙老师你知道吧 向老师 我们其实还是 主要一点就是说 看这个信 能跟同事进去 进去的话 我们也是很愿意 很乐意的 对吧 就是自己知道 我叫自爱生 那个因为 那个像古青儿他们 做一个电话 他做打过来 梁振啊 做打过电话 丁小孩 丁小孩 1月4月 在国家新法 就被打了 乱打了一阵 打了一阵 1月9日 留意了告状欧门 在没有告状欧门的情况下 我们就来到了 澳大利亚大使馆 门前喊员 遭到了潮氧区的警方 居留期间的处罚 就这样 我开了一个店面 后来96年 为了新上海建设 前市区搬到郊区 因为我们夫妻两个都老实 所以当时的动签主 欺负我们 没有来做我们店面房子 我们搬到康远的郊区 拿到了房子以后 因为夫妻两个都没有放置了 所以我在超市上班 丈夫呢 在一个公司里面找了那个驾驶的工作 原来考进明派大学 没有钱 不学费 就这样很艰难的 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地上扶起来了 没想到安分的那个安置动签房 因为家人不满意 其中有一套底楼一塌糊涂 所以想换四楼 中间就也同意了 所以当时的时候 就有一套房子想换 就为这个没换好 这个地区的这个物业 就上门敲锁杠 敲我五万块钱 因为我穷 拿不出 他们就有摔底下的流氓 这几个 狮子叫敲我们 把我的财产抢进一空 忙着给当场的手下的打手 住 丈夫被弃中工 家里面的老人都被赶出门 为了这个房子 我没有办法住着上房 打断 朝我新胸部一拳 我就当场过去 他把我拎起来摔 后来摔醒以后 又在我家里 冲进我家门 打我上火 你看我家上火中风的 迟迟呆呆的 感觉没打 他当时的时候 我就逃出来 我打了110 110来了以后 再打人凶手 轻手可能打破我的情况下 110说我胆子太大 敢报警 后来就 我没有状态 最后打电话 让我女儿陪我到警署 在苦苦哀求了 三个小时以后 警署里面才开了一张 打架的宴上班 到了医院 当场接约出 新胸部骨折在盘 到了当天晚上 我疼痛难一送 就到了附近的那个 六医院 专科医院 新胸部病房 当时的时候 拍片子拍出来 是新胸部骨折 医生强制我住院 住院 谁知道三天以后 他们就到医院里面 通知那个病床医生 那这个骨折的这个片子 在2005年8月23号 我到新胸部骨折被他们恶意打伤 这个是后来去 我找到病床医生所 帮助帮助我 让我重新办理所做的工作 那个物业经理 恶意打伤 玻璃球都打坏了 新胸 这是我 2006年5月1号 我到北京 在那个火山上 他还是住进办 当着警察 把我打风驰过去以后 回头 他把网民醒过来 又是一阵全打小学 打到肾心症挫伤 书写四个家 左耳打龙 左耳女去伤 左眼无力求打坏 这个呢 在那个北京协和医院 120-110送去的 根根内国都打了伤 内脏全部打坏了 这是2008年 3月13号 今年两货的时候 我从北京回到沙海 在沙海市 进了潮家做警察 在那个宾馆里面 进门就打 还有一个男子 写自己的裤子 讲下流话 做下流动作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确实三天吃了四十的安民药 醒过来有个四个人又围攻容骂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得隔脉去自杀 这也是他们 在此当中为了上访 为了这个房子 我多次被他们软禁 被罪犯关押 毒打殴打污辱 受尽了苦受尽了罪 现在我的身上已经 断养六根骨头 鼓励一个身上的七根骨头 这很新过新的养 知道吗 拿吗 新的 一个是标记 就是千轮重新各种 解决 没办法 我们受上海 榜民的委托 参加了这个 这个是千轮重 写信的 这个一项活动 我们受了 部分的榜民的委 上海榜民的委托 所以亲自来了